Le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高明人對上朝鮮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三的季軍賽 OK 這場比賽是非常精彩的 兩邊提起非常相近的地圖 這張地圖它的重點是有野外非常多的野豬 這個野豬只要能在前期能搶到 是非常大的一個加成 這邊可以看到每個宅口上都有這個野豬在 好 那這邊塔超是選擇了高 朝鮮 薩拉斯丁是選擇了高敏 兩位都是非常頂尖的選手 那這個比賽是比較精彩的 因為這個獎金非常之多 大家都會拿出自己的120%的死力出來打 也不是我們天梯上所看到那種打打 打打鬧到的一些花式打法 是非常正規有正統的防守反擊 或是強攻路線 都是沒有大招 沒有雜技 都是硬實力的打法 那我們來看這邊野豬是打回去 解決 好 下面這隻野豬已經拿了兩隻 前期並沒有像 Viper他們喔 一直用這個 開始的野馬去卡對方的弱 去卡這個野豬才對 兩邊算是打得相當和平喔 跟我們看到的冠軍賽喔 不太一樣 那我們結尾會放Hero對上Viper的冠軍賽的整場比賽 有興趣的觀眾也可以去看一下他們是怎麼打這張地圖的 這個相較起來 這個畫面就看起來和平許多 哇這個有點醜 怎麼死在外面了呢 沒有空齁 連職業選手也會出現這種小小失誤 好 那這邊看到十七村點下了封建時代 塔操這邊是朝鮮人 這邊想要控圖 那這張地圖喔 之前MBL喔 有用這個朝鮮馬戰車喔 直接碾壓四對手喔 所以塔操這邊應該目標也是職程 但這邊直接職程的話 壓力會非常大 高明這邊有異性的農田喔 生時代喔 本我也會比對手 比自己還要快 而且他不需要任何的 時代建築喔 就可以升到下一個時代 所以跟對方拼職程喔 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好 果然沒有拼職程比較好 高明這裡是補了一個試劍場 要是塔操這邊打職程 可能就沒有了 可能就 就沒有然後了 可以被工兵射穿 好 這裡還沒有挖黃金 這裡是補毛兵 開局 現在兩隻毛兵 這邊補下 這裡要補個馬舊嗎 還是射箭場 射箭場比較好 最近有免費的工兵鎧甲 好險的工兵鎧甲是非常舒服的 好 毛兵騷擾喔 在這邊想要硬蓋 看兵手來出一下 好 蓋好了 後面再補一個 好 雙射箭場 黃金秒先按 先滾住肉跟木頭 產出一些毛兵 先擋一下這邊的傷害騷擾 不過這邊毛兵騷擾的問題喔 就是騷擾的效果 並不是這麼的強大 甚至還會被村民暴打一波 小打小鬧一下 稍微打到殘血 摸一下摸一下 好 這裡有頂著一級弓箭甲的防護力 可以打出優勢來了 好 先推回去 兵工廠待會要找個150目 嚇一下 後面先補一個烈望塔 好 前期並沒有把鏡塔往前插 算是一個 比較保守的打法 現在這張地圖 潮血有一些人會直接把這個鏡塔 第一根補在前面 打一個靈魂塔 後面石頭開始挖 別走一個塔攻路線 甚至連射箭場 可能只出一個 而不是雙個 好 那高密人這邊是轉出肉麻 肉麻有三隻 但是有槍命在這裡 暫時沒有辦法打回去 那薩巴斯汀這邊重點是要先把槍命解決掉 肉麻才可以上前 那薩巴斯汀似乎沒有打算要0那一坨的意思 這樣OK嗎 那是正確的選項嗎 這邊薩巴斯汀要思考一下 這個毛病走到後面有點麻煩 但還好高密人的村民 是可以躲到自己的房子裡面的 每個房子都可以躲5個村民 相當舒服 好看一下 這裡 開始弄了 好 躲一下躲一下 但是沒辦法 欸 出來打獵 什麼東西 好 繼續騷擾 好 再打下去可能會死村 不行吧 薩巴斯汀 這麼一大坨 不解的話 要小心欸 這個會弄到生活法治裡 好 這邊要硬上 肉麻抓到一個好機會 上前 槍兵一直往後走 很細 先讓牢兵扛一下 牢兵的牢兵互打 好 紫毛 打到了槍兵 槍兵殘血 好 槍兵的血量 還是蠻多的 這邊 薩巴斯汀跟塔套 兩邊細節都有打好 OK 薩巴斯汀 錯一下 剛剛可以戳 好 回頭錯一下 但是毛病有點被拉開的距離 這邊是要兩邊並行會比較好 就像這樣子 對對對 塔套這邊是打得很好 薩巴斯汀再往前 戳 我們再抽掉一匹馬就很好 哇 最後還是有抽掉一匹 好 最後就靠肉麻去追這些毛病 就搞定了 薩巴斯汀這邊是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前面被騷擾到了一些資源 所以他資源並沒有領先太多 好 現在是領先200資源 那正常這個時間點 高免人可能會領先對手500多資源 這邊只領先200 好 實在是塔套做主了努力 好 那朝鮮這邊是點下了一級射 現在對方轉出大量馬鎧 朝鮮人要跟對方打馬 沒有太多的優勢 易吃的農田肉量太多了 看要不要轉來出 帝王時代 不是 城堡時代 去直接插寶打這個馬戰車 可能更有用 那如果高明一直是打一個戰毛怪的話 馬戰車也會被嚴重壓制住 所以朝鮮這邊如果遇到對方佔毛怪的情況 接續的打法會有所限制 好 後方這裡魔防補了一個 就去吃野味 這張地圖野味也是非常多 好 後方找到了一隻毛兵 現在這裡是17隻毛兵 14隻的毛兵 兩邊的毛兵出的數量都非常多 好 這裡一隻肉馬在中間打架打得很開心 好 牆壁過來 戳一下 戳到後面的賽巴斯丁 肉馬在後面就去騷擾 下面這個毛兵 投一下 哎呀 好 兩邊都在被騷擾農田 好 這是一個多險騷擾 賽巴斯丁家裡也是屯亂 塔操這邊直接被硬上 抓掉了一村 手殺是由賽巴斯丁拿下 塔操最後是先被拿到了一村 賽巴斯丁這邊防守一直做得還不錯 這根劍塔下了 這裡防守也沒問題了 好 支援點 兩邊都是補了一個劍塔 作為防守 那待會防守的壓力 就會處於在這些地方上 但是現在高敏已經準備要來升到城堡時代 這裡又直接強行抓一村 拿了三村了 他到家裡有點炸裂 結果被抓的村民都是農 傳政中心裡的農田村民 好 但是只要一直讓對方收村 對賽巴斯丁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好 這邊直接拆掉 還是要直接手撕農田呢 好 賽巴斯丁點一下城堡時代 塔操這邊支援量明顯很不夠 這裡補了一個市集想要靠買賣嗎 但買賣這邊黃金也不太夠 那這張圖的支援點喔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要控黃金喔 哇 這裡又抓一村 太厲害了吧 因為這個黃金喔 重點都在後方 所以待會上到城堡時代 後面要先開TC喔 穩住黃金喔 不然這個黃金就只有一兩塊在這個地方 會比較...尷尬 挖完就沒有了 好 現在塔操這邊的肉麻壓力還是給的比較充足的 這裡為支援點 肉麻 直接手撕 這個伐木場的位置有點卡到了 怎麼辦 低掉伐木場 這沒有辦法 只能往後拉 後面要再補一個 房子會比較好 這一波塔套被殺老到 村民無法 生活無法治理 好 走進來 這裡居然有個洞 要把這洞補起來 哇 這裡是在玩什麼 都市計畫 OK 最後把這個洞補起來 肉麻沒辦法進來 但是這一條路也不能吃了 路肉準備等著錯了 好 後方這邊也是一波騷擾 但是這裡村民隨時都可以收到防治 好 但是高綿 也是被抓掉了幾村喔 所以看到空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邊村民也是做到一些事情 好 那陳寶斯在身上去 稍微慢了一分半左右 稍微慢了一分半左右 稍微直接展出了輕騎兵 讓自己的肉麻 提升一下能力 提示出來 戰況可能會有所改變 好 城寶斯在移一下 但是現在石頭挖不出來 整個東西不能蓋 好 這裡毛病 好 拉走 十一村 十一村 十一隻毛病 十一村 小心 收一下 哇 薩巴斯蒂一直在用肉麻的血量去換村民 這個交換其實真的不差 我覺得蠻賺的 薩巴斯蒂又抓了一村 46打41 好 朝鮮終於受不了 轉出了槍兵 朝鮮喔 他的木材單位的造價也比較便宜 像槍兵阿 戰毛兵阿 都有這個消耗減免 但是軍事 工程器單位是沒有的 雖然他的投石車射程很遠 但是並沒有辦法吃到這個減免 稍微可惜了一點 好 後面一大堆村民 上億人在這邊 發呆 有一個很好的 防守地方 要不要補一個城市中心在這個位置呢 買個110 補TC一下 好 下方這個槍兵毛兵稍微收一下 把TC補在了右邊 誒 要不要補這裡 可以省個採礦地 挖黃金也比較安心 好像沒有看到嗎 我怎麼覺得塔套這一波 蓋下去可能會有點炸裂 騎士過來要全吃了 這波是真的要全吃 騎士直接硬吃 先把槍兵解決 這樣三隻騎士就可以無雙開打 這些毛兵 毛兵就要一直撤了 不要回頭再打了 這裡槍兵趕快按 過來支援就行 打到家裡 現在一團亂啦 支援量已經差距 來到了快要 一千支援了 然後 槍兵已經點下了戰毛兵 槍兵過來拯救一下 再錯一下 錯到一些傷害 好 目前這個狀況 賽巴斯丁是暫時繼續領先對手 他到這邊是非常劣勢的 44吋對46 56 那56吋 這裡再補個TC 進去會很好 但是現在沒有要補TC 是要蓋城堡 那城堡是要蓋哪呢 他到這邊有做個細節 把城堡 整蓋這個位置 蓋這個位置是可以空田 把這個TC射掉 欸 這邊是決定開TC 而不是插寶 還想說他要直接往前插 好 後方騎士 又被槍兵給戳掉 他到這裡有反擊的趨勢出現囉 狀況好像沒有像剛剛那麼慘了 右邊再補一個新的城堡中心 換一個3TC 防守反擊 這邊用槍矛 也是抓到了一些村民 現在戰毛兵有二級射了 打村民傷害也是很高 欸 但這個村民沒有抓到欸 完蛋了 完蛋了 要追嗎 好 追到了 Nice 好 高敏這邊繼續補下馬凱 對方是一個垃圾槍矛往前壓制 這邊轉工程器製造所 潮石側或是奴炮 都會對這些垃圾兵造成極大的麻煩 甚至壓力 好 朝鮮補下了一級 步兵鎧甲 好 這裡又抓到村民 塞巴斯丁這邊村民數量 好像開始受到了大量騷擾 看村民數目前還在這裡先 好 騎士上前 跑掉 這一波打起來 非常舒服 欸 這兩隻村民在幹嘛 卡套的村民 怎麼跑去礦人家的農田呢 好 直接被奴炮射川 果然還是要蓋堡 想一想還是蓋堡比較舒服 等於這個寶一蓋下去 中間這些田就要放棄了 打到這邊就要浪費更多的 木頭去灑農田 所以我覺得寶前期趕快投資 這個CP值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剛剛蓋TC就有點不解了 這隻TC要100石頭 650石頭應該就要趕快去壓寶 好 兩邊達到了城堡時代中期 雖然騎士也慢慢成形起來 高炳這邊的問題是沒有升級戰毛兵 他可能覺得自己只靠騎士加肉馬 就可以打敗朝鮮嗎 確定 有戰毛兵的話 在於控制還是比較好 好 找到了對方的馬 把奴炮出來 這些槍兵毛兵就只能被逼退 好 放棄城堂中心 好 村民還在照 好 七十村打五十七村 好 村民過來 撞到了 產生中心 好 槍毛在左邊繼續稍微走動一下 哇 這個一個散彈 熟掉 OK 好 那村民宿現在越差越大囉 80對64 這個距離是越來越遠了 這個遊戲的中後期 村民的階段會越來越 等指數型成長 所以後期的兵力跟村民宿會越來越多 是非常快速的 那經濟這麼好的情況下 其實高米也有選擇喔 就直接手撕人家的城鎮中心 但是騎士數量要夠多 現在騎士數量有點少 只有九隻 如果沒有打算走這條路線的話 可能就是要省資源喔 然後繼續騷擾 等帝王時代 當重裝騎士 作為主力 去跟對方 逆絕死戰會更好 好 這邊收村 但是奴武炮已經走到領上了 要不要補個工程器製造所呢 奴武炮有騎士的防守很難受 好 這邊一直讓塔套收村 就可以讓高米人的經濟越來越好 好 資源差距已經來到了快到4000資源了 看似 朝鮮沒有被騷擾到的感覺 村民沒有死傷非常多 但其實已經差距很大了 兩邊都死了18村左右 因為一直在收村民到城鎮中心裡 跟建塔裡 這個就是一個實質上的 騷擾經濟差距出來 你收村的時候 村民是不能採資源的 但是對方可以啊 雖然對方一直死村 但是他村民一直在工作 這個經濟就會很好 好 但是如果不收村 真的被抓到村民也是一個硬傷 這就是要讓大家去取捨 到底要收村還是不收村 騎士多的話肯定是要收的 這個沒有不收村的選項 好 收了收了收了 這一波壓力給的很好 一直走到你城鎮中心裡面 給你壓力 生女終於出來 沒有生女對手就會很爽 好 後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頭車找一發 薩巴斯汀往前 再收到去佔毛兵 好 他到騷擾的部隊也忠告 全部損失掉了 好 這裡再繼續捕手推車 薩巴斯汀是走了一個騎兵騷擾 然後補經濟科技 走帝王初騎 決戰的路線了 而不是城堡時代 爆騎士手勢城鎮中心路線 因為這個路線是相當有風險的 可能會讓對方獲得了更多時間 藉由這個時間去反擊出來 所以現在還是有槍兵 薩巴斯汀還是打得比較穩定 不會去開這些手勢城鎮中心的大招 好 他到最重要的單位中出來了 馬戰車 走馬戰車 就可以稍微跟對方 稍微反擊了 但是騎士的攻擊速度還是太快 馬戰車有點扛不太住 馬戰車這裡也沒空好 上方的馬也是一個多線 現在這個狀況 中間這些田可能要記得刪除 不然高面人插一個魔法過來 或是補一個城鎮中心 這些農田都會被奪走 但是這邊帝王上去 有可能要帝王勸退了 這田實在差距實在太多了 資源量已經差到了快到一萬資源了 再巴斯汀這邊經濟控制得非常好 塔塔被打到生活無法治理 一直要收村 槍兵一直有在按 但是終究是垃圾兵了 移動速度太慢了 除非一直讓槍兵一直在家裡防守 但是如果在槍兵一直在家裡防守的話 塞巴斯汀這邊就知道 你槍兵都在家裡 我就跟你對農 那我還是可以農得贏你的 畢竟高面人 經濟優勢是比較巨大的 朝鮮人 就只有巴斯汀的經濟優勢 還有軍事單位的木材解免 就只有這兩個經濟的部分 所以他的開農期 是會更弱勢於對手的 好 二宮也補下了 塞巴斯汀 帝王升上去 打到會有什麼樣的反擊策略呢 可以再繼續遭翔必退 好 騎士數量11隻 好 護衛技術不下 重裝騎士來了 卡套能撐得住對方重裝騎士一波嗎 所以我騎士一升級好 卡套可能就 危險了 真的是危險了 來了 帝王 帝出一波 這就是高明的 主流打法 為什麼是主流呢 就是因為成功率高 威力也夠強 好 像mip的出弩炮相喔 都是不太正常的打法 來了 手撕 城鎮中心 先走進去看一波 主流騎士怎麼講 現在重裝騎士遇到重裝長槍兵也不是太大問題 手撕城鎮中心 但是這裡看到城堡選擇撤退 直接控你田 讓你帝王更難上 這邊投資更多槍兵 我就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直接 控死你 反正我經濟非常好 這就是重裝騎士後期的打法思路 就算解掉我這一坨 但我又可以產出下一坨的重裝騎士出來 直接硬吃 太狠了吧 這裡塔塔是有機會翻盤的嗎 好像沒辦法 擋不住 重裝騎士果然黏壓式的 打贏了 重裝長槍兵 後方雖然有城堡 雙TC 但是有三級馬鎧 坦度還是非常十足的 哇這邊存名損失的有點多 槍兵很努力在補 馬戰車也拉了回家防守 實戰過後 塞巴斯丁 經濟已經來到領先12000左右的支援了 好這時候三攻已經好了 好這波打完了 下一波怎麼辦 下一波又來了 這就是高敏最可怕的地方 一波未平一波又騎阿 好凌序好幾波 重裝騎士一直送一直送一直送 喔最後這裡還被打破 好他到這邊打出了GG 最後一句我們恭喜塞巴斯丁拿下比賽勝利 塞巴斯丁最後還是成功拿下比賽 那塞巴斯丁最近的世仇是真的很厲害 連軍隊員法盃也拿到了這麼好的名次 之後塞巴斯丁如果再進化下去的話 說明軍就可以跟Viper跟Hero去爭取這個世界冠軍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塞巴斯丁拿下支援上全面勝利 塞巴斯丁這邊打的是非常的憋屈喔 但是沒有辦法 曹醒人這個前期聞名沒有打塔攻的話 優勢還是少掉了那麼多喔 所以這一把比賽如果塞巴斯丁走一個塔攻路線 去控制對方支援點 或許勝率會高一點也說不定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